在家皮拿來刨皮的話 你要多薄有多薄 你拿刀切就切不太薄 還有我們刨完那些瓜菜 不會變得變黑的 那你吃完飯最好拿來種 你拿來削皮 不會看的 因為平時做的 你見到平家人的call 不是實現你 是方便 明明是摩索 然後就這樣一沖水 一沖水就乾淨明顯都不上手 另外今天買會送多一把 這把斬骨刀 你平時買兩把斬骨刀 這把斬骨刀就差不多成兩磅 你吃一下這個重點 但是你記住 這把骨刀你用的時間 你用的時間 你要將這個狗蠟刀放開去 最少拿來斬骨刀 你把骨刀放開去 你見到這把骨刀放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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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骨刀放開去 這把骨刀放開去 那這個我們送給你的 那買甚麼數呢 就是買這個狗蠟刀 那這個我們現在買 十五色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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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記住 有三四色的 那你見到我們這把骨刀放開去 兩百元的 那今天在這裡買 我們從骨刀放開去 一百元就送這個 那這個狗蠟刀放開去 那另外這把骨刀放開去 就是一二三三兩四 那你不用問我 抵不抵的了 你買一把這些菜刀 一年乘是磨刀都磨幾次了 你明白嗎 那還有這把刀 我們在日本、韓國那些 這把刀叫做骨刀 每一個家庭屋 最起碼都有 不過以前沒有得選 我們才買刀 有得選 你不會將這把刀 還要磨刀磨刀 你不要斬骨 你明白嗎 你不拿來斬骨 用十年、二十年 就不用磨刀 那是非常之好用 那有三種顏色 你自己看看 收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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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細菌 如果你平時用這些骨 你拿一個顯靈骨 它其實是有副骨 就是很容易副細菌 但是同時都 它就快要瘋狂 不要緊 這個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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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dем 沒有用的 回到家 回到家 當時就應該扔掉 所以我們不幫忙 弄下一個 盡了一個 盜竊 高麵 用盜竊 補充了很多 一筹不少 那就這樣切 可以 好 好 這是左手的 左手和右手是這裏 左手和右手都好 他家面的刀鋒好處是有一個尖著刀 因為你次用這個真是一流 而且你用這把刀是不需要去磨刀 你家一本用這把刀 用一幾個刀 你就一定要去磨刀 我們用鋼筋來用 鋼筋來用 用鋼筋來用 鋼筋來用 就算有鋼筋來用 鋼筋來用 鋼筋來用鋼筋來用 我們會用鋼筋 來用鋼筋去磨刀 還有照額拿到鋼筋去磨刀 切完洋蔥 放進整個鍋子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家裡平時我們一般用的那些鍋子 切完洋蔥 那些汁會彈大通過 但同時都好像是一樣的 是不會詳細的 這一把哪個的 這個 這個你有沒有示範 這個我會示範給你們看 我逐樣逐樣講 好嗎 再說一次 如果我們用這一把刀 就是一般我們用這些刀 其實我們切完的水果 它很快就會放 因為這些刀是用金屬去做的 切完蘋果就會氧化 那你平時吃過口 就會吃一些細菌 但我們為甚麼這麼多人用陶瓷刀呢 因為陶瓷刀最大的好處是 你切完的水果也是這樣 它不會變亡的 講下去都不會氧化 因為它這個沒有金屬 不會氧化 還有這些刀 人家是韓國人 日本人拿來切 都是這些刀的 因為這些刀的夠味 被你拿來切 還有最大的好處是 它不用磨這把刀 你家裡用這些刀 兩三個月就自己磨 而且自己磨不容易 而且越磨刀就越薄 磨壞了就要禁 那為甚麼我們今天特地 為甚麼 多久都不用磨 最主要我們這一把刀 它這麼硬 所以就算是這麼硬 你的質 但你弄得好幾乎 你當然是你 如果不你買 就買到花企沒有用 那你家裡 好像你平時有些 硬身的花彩 我們家裡那些刀 前路那些 你要去斬 你一斬 絕絕了 你就要去拍 要按 有時拍到手都順了 還有最主要我們這一把刀 它夠你 好像這些硬身的花彩 你不需要斬 而且它離得來 它最重要是夠安全 它不過手 好像你家裡 如果你煮湯 就知道這些粉 在家裡要斬 你現在家裡不需要斬 你要大小小的刀 而且你用這一把刀 它離得來夠安全 它不過手 你不要多就可以了 通常我們試這個刀 都會拿個番茄來試 因為番茄的皮間 心夠冷 假設你家裡的刀 不夠你 你切過番茄 它就會滑 滑 滑出面 沒有所謂 滑入面就能切到手 現在我們用這一把刀 它夠你 你一放下去 它會抓緊些花彩 那我們切 切過番茄 那些汁的核 它不會彪出來的 還有這一把刀 你用多久都好 它永遠都不會生鏽 沒有細菌 今天你買這一把刀 我們會送這個給你的 這個 這個花巧 如果你見到我們外面 你買都幾貴 這個刀 因為它貴就貴在哪裏 它的側材料 都是用這個銅子去做的 第一 你家皮拿來刨皮的話 你用這個 你要刨幾薄都可以 你拿刀很難切到這麼薄 還有我們刨的那些瓜彩 它不會變黃變黑的 我們吃完飯 最好家裡拿來做甚麼呢 我們就拿來批蘋果樹 來給家人吃 夠乾淨 還有這個刀 如果你長期浸水都很多 它是永遠都不生鏽 這個刀我們第一個送 第二個呢 我們每次都拿一下 這些斬骨刀給你 這是甚麼用 這個呢 其實我很少說 這個就給你磨薑 磨蒜用的 OK 這個沒甚麼特別 你記住 這個送給你就拿來斬骨頭 你清一下 這個重很多 最主要你回家用的時間 就不要這樣斬 它有個布 你把骨頭剝開 有時候骨頭那些很硬的那些 我們誇張一點點 這裡有個大銀 即我們斬到差不多斷開 那把刀呢 它都是四個字形的螺絲 即是它是很美的鋼水 專門用來斬骨頭 這個我們送給你 那買甚麼送呢 最主要是買這把銅子刀 因為你看到我們如果香港買 就這樣買一把銅子刀 值300元 但這裡買 真的還沒得買 遲些會有賣 那現在下來我們這裡做廣告呢 100元 100元呢 就送一個道次關口 另外就送一個買一把骨頭 即是今天買就一二三三樣東西拿走 那你又不用問我抵不抵的了 因為好過 好過家中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送給我 我還沒得 我還沒得到 以前是有些 我還沒得到 我還沒得到